我是戴宇 一个放弃了美甲的前都市利润 根据我的观察 我对面的精致女孩Kara 永远守着当季最潮最时尚的美甲 这边去店里做的三四百吧 可能两三个星期就得坏 要是开一家美甲店 有一百个像Kara这样的客人 那不是赚大发啦 上街逛了一圈的我发现 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都说现在开店不亏钱都难 我决定自己去田野调查一下 开一家不亏钱的美甲店 到底有多难 一家店铺也想站着住脚 现金流的健康是至关重要的 最简单的逻辑就是看 它能否收支平衡 我决定找一家美甲店 实地考察一下它的运营情况 不过我一个外行也看不明白 我把这个过程给拍了下来 让专家帮我採谋採谋 现金流的话我们可以先从说 它每个月花了多少钱 然后一个店铺的话其实比较核心 是租金 物料 人力 营销这四大块 来 咱直奔现场 我现在在我们公司楼下 然后那边就有个商场里面就有美甲店 等一下 四大巷里首先考察租金成本 而租金由地理位置决定 这家店位于上海 近安苏州河湾北面的一家大型商场 商场内有地铁线路 毗邻南京路商圈 以它为中心 半径两公里的一个范围 能够辐射到511幢办公楼 和690个小区 客人的话可能会为说吃个网红的 brunch 然后或者去蹦个地 他可以打车去到很远的地方 然后但其实不太会长期的为了做美甲 在城市里面跋山涉水 这是一家复合店铺 右半边卖罗里塔风格的服饰 左半边做每家每街 我决定重点考察左边这块区域 现在租金压力都还蛮大的 所以说越来越多的店铺 会选择这样电中店的一个形式 扶梯的位置还不错 我潜伏点的视野也还可以 10.34 刚刚开出来 然后还在打扫什么的 要想计算租金 得要知道一下扑位价格和扑面大小 而有谁又比他对面我身后的这家店 更有发言权呢 我金店和老板打听了打听 我们家的话一个月的租金要3万多 60平 算是贵的了 已经在我们这一层里 像他们这个店估计也大差不差 差不多到哪里去的 算它3万元 60平 30天 即将可知这一块的租金水平算是 6.7美食每天 接下来需要知道的是 左边的占定年纪有多大 主要我这样看也看不清楚 还是得进店一下 我做个美甲 嗯 要人吧 哈喽 有没有兴趣工费做美甲 Cara Cara 好 好 走吧 走 哈喽 我们做指甲 预约好的吗 没有哎要预约吗 那你说等我一下 你光一圈 走 用你智慧的账梁土地 左边一块才有多大 4 4瓶吗 14瓶是好 一共是60块赚的 那就刷20瓶 占定年纪20瓶 我们已经知道租金价位在16块7元每天 可以推占出这家租金大概在1020元每月 我两个人都在吗 只有我做的 只有我做的 还怕我 谢谢 咦 这里暂停一下 店铺里面会涉及到的一些原料的话 可能像炸油胶 小睫毛 食品 消耗的卫生品 食品饮料 工具手铐 就算这家店没有库存压货 都是及时消耗 以三个月一换作为周期 每月的采购 成本大约在1000元 尽管原料成本属实不算高 但心却不能少藏 做哪个颜色呢 就是只有这一个颜色是吗 白的还是银的比较好 这三个我觉得都还不错 我怎么可以试一下颜色吗 还是不可以 所以很多女孩子会希望 从很多的颜色当中做选择 所以说基本上一个店铺 可能都会准备300到500种的颜色至少 然后它甚至一些比较冷门的颜色 它店铺里都会需要去做一些准备 像今年有流行那个极光粉 你可以这边看一下 你可以上面切个蝴蝶 很好看 那就要这个吧 这个 好的 美甲的款式其实随着季节 会有不定期的更新嘛 然后那其实就比较需要说 美甲师一直持续的去培训 赶上它的那个流行的风向变化 要学很久吗 我做一年多了 我们四个美甲师之外还有一个店长 是你每天都要上班的是吧 对的 就一星期休息日式嘛 哦 店里每天有五人 每人每周休息一天 那么至少需要雇佣六人 参考五八同城的薪酬标准 美甲师的用人成本在每人5000到8000元之间 以五位美甲师一位店长为继 总用人成本会在33000元左右 那像一般性美甲师的话都是很年轻的女孩子 然后而且很多可能是外地来的女孩子 所以说她整体的流动性非常的高 选人培训团队结合上面会有比较大的挑战 有这个大众简体吗 嗯 你喜欢上给一个好朋友可以吗 好 可以帮您拍个照吗 好呀 你们拍多久 你们这个店是去年10月放拍的 美甲店尤其新美甲店相对依赖APP霍克纳新 自然也得注重口碑运营 免不了会涉及美团大众点评等APP的付费推广 我观察下来上海的美甲业态的话 作为一家新店 它可能一上来每天会要是在100左右的一个投入 100元30天 简单相乘 每月的营销成本在3000元左右 综合四大项成本和水电物业等杂七杂八的费用 这家店每个月的投入应该在48,020元左右 换了这么多钱 那这家店能赚多少呢 主要就会关注一下它的客单人间价格 然后客流量 就好了是吧 嗯 好谢谢 我今天做的这一款的是他们最近最火的一个款 然后花了318块钱 客单主要看核心项目定价 三分之二的客人消费了开热同款318元的日式美价 六分之一的客人消费了238元的纯色美价 综合一定比例的美睫脱毛和护底 这家店的均价在300左右 那么问题来了 有多少客人进店消费了呢 接着蹲背 乍一看挺热闹 但其实目之所及的几位都是美价师 吃饭了 美价师要够无聊呢 已经在练习美价了 做了一天了 你应该也能看得到越多了很多 平时的人真的很少 我今天一天观察下来 除了我和Cara 是三个客人进店 你是周二去的是吗 周二的话客人肯定会相对少一些 那美甲店的话 基本上还是周末和节假日的人流会最高峰 好的 周日再来一次 现在是10点34分 应该刚刚开门 我刚到这边坐下 就有一位客人过来了 来人了 YES 进去吧进去吧 进去吧 我出去吧 没有 我是罗湾 看着喜福 干什么 一来 行,这 Sk press 去吧 我认为 jean 今天还有5分钟 周日还是比周二的情况要好很多 所以今天差不多是有8个人进入 晚安 再见 周中的客流乘以5 周末的客流乘以2 再除以7 客流在4.4人左右 一个月就是132单 乘以客单均价300元 每月进账约39,600元 回顾一下 总支出是48,020元 也就是说 这家店每月净亏损8420元 那还有没有可能开一家不亏钱的每家店呢 如果早期的定位能够比较的准确 结合上后期运营的开源节流的话 其实开一家盈利的小店还是很有机会的 对于做小生意来说 就你省的每一块钱 也就是你赚的每一块钱 像我们观察这家小店的话 其实还有比较多的启发的 因为我看 其实它中午其实并没有那么多的客人 然后 早班跟晚班 两班叠在中间 其实反而中午会有4个人 又并不是客人的高峰时间 所以我感觉 其实它用人这一块 是可以有一些优化的空间的 开源这一块的话 其实就是怎么样 以更低的货客价 然后能招揽来更多的客人 比如像说 美团点评这样子的线上的频道 搜附近的美甲 你至少要能够显示在第一页 你可以作为其中一个选项去做选择的 也可以跟附近的一些异业 做一些跨界的合作和引流 你要去研究一下这个商圈里面 它现在一个竞争格局大概是怎么样的 去找到你自己的一个可以错位竞争的一个点 然后这个我觉得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爬 嗨 谢谢你看到这里 欢迎来到我们新消费的子系列 年轻运的开店制服金 这支片子本来是要做 如何开一家叉叉店 做着做着就变成了 开一家叉叉店怎么这么难 咋说呢 开一家不亏钱的店 还真的挺难的 因为开店不光是梦幻的泡泡 它还有很多现实的困难 有很多需要实时在在敲算盘的地方 嗯 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去开一家店 想开什么样的店呢 还有在我们开店系列里 以后你想看到什么样的店 欢迎在留言区跟我们分享跟讨论 如果你喜欢这支片子的话 三连表示一下呗